大家好 欢迎来到宝慎传媒 今天是2020年9月21日 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快讯播报 川普说 如果中方全面控股 美国政府不会批准TikTok交易 美国总统川普9月21日 周一早上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 如果美国公司或投资者 对抖音国际没有完全控制权 那么我们就不会批准这笔交易 我们将非常密切地注视着它 美国甲骨文和沃尔玛两家公司 稍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两家美国公司和美国投资者 根据协议将控股涉美抖音国际 但抖音的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 星期一发表声明 对一些传言作出澄清 字节跳动称 在股权占比方面 抖音国际目前是字节跳动持股100%的子公司 完成上市前融资后 抖音国际将成为字节跳动持股80%的控股子公司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 曾对美国公司甲骨文和沃尔玛 跟TikTok合作方案表达了祝福 他在理论上已经批准了交易 川普当天对记者说 这项协议能确保约1亿名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 他说安全将会是100%的 抖音国际版似乎可以继续在美国运营 川普总统8月14日签署行政令 给中国字节跳动公司90天时间出售TikTok 美国政府担心多达1亿美国人使用该应用程序的个人数据 可能被泄露给中国政府 路透社日前引述正讨论协议内容的消息人士表示 甲骨文和沃尔玛方面称新成立的抖音国际 大部分股权由美国投资者持有 甲骨文和沃尔玛共有20%的股权 字节跳动则持有抖音国际的80%股权 但美国投资者目前占字节跳动约40%股权 所以整体计算下来 抖音国际约53%股权属于美国投资者 抖音国际据报将于12个月内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在美国交易所上市 根据合作方案 新成立的抖音国际将向美国财政部 缴付超过50亿美金的新税款 有媒体报道 抖音国际将在美国设立50亿美元的教育基金 川普总统星期六在竞选造势大会上 提到这笔教育基金时称 希望字节跳动的教育基金 能够教育美国民众真正的国家历史 而不是假历史 针对50亿美元的传言 字节跳动的声明表示 这只是TikTok未来几年业务发展 所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经营税的一个预测 实际税额还需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和美国的税收结构而定 对于税款的预测与此次合作方案无关 在董事会的组成方面 字节跳动的声明说 抖音国际的董事会成员 包括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和字节跳动的现任董事 以及沃尔玛CEO 这意味着在此合作方案下 字节跳动不会失去对TikTok的控制权 字节跳动在声明中没有说明 董事会各位董事的具体信息 路透社引用TikTok的信息 抖音国际的董事会将包括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 以及沃尔玛首席执行官 道格董明龙和字节跳动的几位现任董事 甲骨文和沃尔玛周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五个董事会成员将有四位是美国人 字节跳动的声明还表示 有关抖音国际的新计划 不涉及任何算法和技术转移 而甲骨文公司也将能够检视 抖音国际的原代码 路透社报道 甲骨文拒绝对字节跳动周一的最新声明置评 而沃尔玛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方面似乎对传说的 有关甲骨文和沃尔玛跟TikTok合作方案感到满意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星期天发表社评称 字节跳动拥有抖音国际的多数股权 并保留了TikTok用户的推算方法 这意味着字节跳动并没有退出游戏 避免了最坏的情况 复旦大学教授沈毅 星期一在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 川普对该协议的认可 甚至可以被视为 对美国总统川普8月份发出的行政令的逆转 这得益于中国政府字节跳动 和美国国内力量的协同努力 下一条消息 北京要将汇丰银行列入不可靠尸体清单 大水冲了龙王庙 根据法新社引述环球时报报道说 北京很可能将英国汇丰银行列入不可靠尸体清单中的第一个 在香港反送中等诸多问题上 与北京保持一致的汇丰银行 为何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制裁呢 中国政府周六发布针对外国实体的不可靠尸体清单规定 对列入不可靠尸体清单的外国实体 可视情况限制或禁止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 限制或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投资等 这一不可靠尸体清单是在中美冲突的大背景下设立的 环球时报披露汇丰可能成为不可靠尸体清单的首个企业之后 汇丰银行的股票周一开盘下跌了4% 为1995年以来最低 投资者对汇丰银行是否有可能在其主要业务地 中国大陆与香港继续发展持有怀疑 事实上自从华为孟晚舟事件爆发之后 汇丰银行就成为北京攻击的对象 北京谴责汇丰参与了美国在孟晚舟事件上 构陷以及恶意造局 拼凑材料以及捏造罪证的活动 并且谴责这些活动是蓄谋已久 对此汇丰银行一律予以否认 并且在几个月前发表的一份公告中强调 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充分理解跨国银行必须遵守国际规则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今年7月就威胁说 汇丰银行出卖客户 并且指出即使中国政府不作为 中国人民也必将唾弃汇丰 并将汇丰在中国的业务逼入死胡同 除了被北京列为不可靠实体之外 汇丰银行还成为国际记者调查联盟 9月20日公布的调查报告中的攻击对象 它与其他四大银行 摩根大通、扎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和纽约煤龙银行 被谴责多年来被犯罪集团所利用 从事大量的洗钱活动 调查显示 多年来国际贩毒组织成员 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挪用公款的政府高级官员 都能够自由出入上述金融机构 尽管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此早已提出警告 调查报告指出 上述银行在最近20多年来 继续被洗钱犯罪组织所利用 对此英国汇丰银行向调查记者组织表示 汇丰银行一向遵守国际规则 举报任何可疑的行为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最新最快的新闻播报 欢迎大家订阅宝胜传媒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